我是王恒 然後我這次在動物醫生的煩惱裡面 是擔任排練助理 我們來高雄 然後就到一門教室 然後去做了長時間的一個徵選 其實徵選的時候來了很多人 然後那個過程其實非常困難 因為其實每一個小朋友 我們就是會引導他們 可能變成水母啊 或是變成陸地上的動物啊 變成不一樣的東西 那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到 他們有他們的特色 然後他們動的樣子 我們自己都覺得 好像有時候看他們動 就可以看很久很久很久 看他的想法 然後輸出到他的身體這樣子 最後當然我們選出了12位小舞者 跟我們一起工作這個作品 因為在這個作品 有點像共創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跟他一起發展 比如說他想像的海底動物是什麼 或是他今天是蛇 還是他是豹 還是是獅子 然後很多的動作都是要由小朋友 他可能回去 我們會請他去看影片啊 然後觀察他想當的動物 然後回來他再用身體 模擬出來他的動態 就可以看到他們從一剛開始 好像掌握的小小的 然後一直到後面 哇有時候看起來在劇場裡面 就真的真的很像 就他好像煉成筋了這樣子 我覺得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因為我們要做螃蟹 然後一剛開始大家在想到螃蟹的時候 都會直接就是這樣嘛 對就是這個標準動作螃蟹 可是螃蟹他就不只是這一種的 然後我們就會 就是他會回去看影片 然後他去找他想要當哪一個螃蟹 然後下一次來的時候 就會很有趣 他有些就會變成一隻很大 然後一隻很小 就是他就會長出不一樣螃蟹 或是有一些螃蟹是長這樣子 對然後或是有一些螃蟹的手 是長這樣子 對然後我也才第一次認識到 有這麼多螃蟹 對然後就可以看到說 喔在這個上面 他們會去轉換那個刻板印象 對那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很有趣的是 我們在高雄audition的時候 我們發現有很多的小孩 他們沒有看過獅子 就只有看過影片 對然後後來發現 高雄動物園裡面沒有獅子 哈哈哈哈 對對對 然後就發現說 喔原來他們比較看的是舞龍舞獅 那他們好像沒有看過真的獅子耶 但是他們會用他們腦袋 所想像的 無論是舞龍舞獅 或是他們在看影片裡面 或是貓科動物 好像比較像獅子 然後轉換出他們自己的樣子 我覺得小舞者他們上台的經驗 當然一定就是沒有那麼多 然後尤其是我們這一次的台 然後他們在裡面還要操偶 然後還要跳舞 還有演戲 還有很多很多的出口 然後跟觀眾互動等等等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任務在身上 其實這一點 真的是他們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就從一剛開始 他們可能還搞不清楚 什麼右舞台什麼左舞台 什麼是進到裡面 什麼是出來在舞台區 就剛開始他們都還是很模糊的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 我們去建構他一次一次的 教他 比如說你要怎麼樣子走進來 然後你要怎麼樣子去做 什麼是表演 什麼是劇場 什麼是演戲 什麼是你要用身體 然後去跟觀眾講話 這個過程我們慢慢的去叼他 然後慢慢的去帶他認識到 原來這個演出是這個樣子運作的 然後就可以看到 到最後他好像真的可以享受那個舞台 他就會很知道說 這個是怎樣 那個是怎樣 就是會了解一個演出的所有的 螺絲的這種感覺 然後我們就會去享受舞台 非常期待跟高雄的小朋友一起工作 然後一樣是遇到高雄的觀眾 不知道他會發生什麼樣子的化學反應 歡迎大家7月10日 來衛舞營戲劇院 看雲門劇場家庭音樂會 動物醫生的煩惱